所以說他不是沒有在做事 他是有 只是一般人會覺得 你沒有看到他 就覺得說他好像沒有做事 畢竟他是中央委員 他也要開會 省預算什麼的 可是那種印象 反正我覺得說 立場不同的人 他認為說他沒有 就是往死裡打 就覺得說他就是沒在做事 阿妹要給你問一下 那時候萬華家疫情很嚴重 那時候那裡尾 你們這區的裡尾 有來這裡幫你們討論什麼 你怎麼說 沒有 那新年來不來 沒有 沒有 唐左現在跟我們 劉耀仁周恩佑無配義 現在跟大家拜託 就是這個禮拜天要記得出來投票 是 你會覺得立委他本人親切 還是會有點冷酷 他其實是很親切很隨和 我是在這疫情這段時間 有幫助到服務處就是說 配合他們去送物資 所以說在車上他除了處理公務之外的話 其實他跟我們來講的話 講話都是很科技 很隨和 不是像一般覺得說他好像很冷酷 像一般人家覺得他好像是閃靈唱歌化妝 這樣子很酷這種感覺 不是不是不是不會這樣 在疫苗上其實最辛苦的一點就是 主任委員坐到車上的時候是 電話接不停 我有仔細的要聽他們是 很多百姓打電話進來 是麻煩他們 是趕快聯絡 1922也好 或是醫院也好 就是他們已經有人是確診了 但是一直等不到 重複車來 帶他們去醫院去怎麼樣的 就是一直在聯絡這樣子 我通常聽到這邊 甚至還有的已經 已經有安排好了 都已經送去了 之後還有人打電話來 跟他感謝說 委員謝謝你的幫忙 不然我的家人可能 現在可能就已經不存在了 這是我確診是在旁邊 真的是有聽到的這個東西 那你說爭取疫苗這些來講的話 相信說大家也知道說 他很急的狀況是下 他一直有每天跟部長在那邊聯絡 今天的確診是多少人 那萬華這邊 因為是有發生這個疫情的 那是不是有趕快確定 有一些疫苗能夠幫助 萬華地區的百姓 能夠趕快優先去施打 這個是他們在我的車上 有談到的 真的是有這些事情 那不是說 我們要去說 站在他的立場去幫他講話 不是這樣 有做事情就是有做事情 沒做事情 我們去講這些 其實大家都可以去查得到 像我在開新型車的話 像我的住家附近的話 結果有碰到說 他在會刊有關於台電的一些路邊的 那個電筒這些有沒有 因為我家靠近學區嘛 他旁邊的人行道上面 就是有幾個大的電筒 那所以說 他 我有看到他來會刊 然後把這個電筒 比較移置到比較安全的地方 讓小朋友在上下課的 行走的 步調上的話 比較不會有危險性 這樣子 那最後問一個問題 是有關於說 再來1月9號要罷免的投票了嗎 那到時候會覺得說想去投票還是會覺得 我當然會去投票啊 因為 怎麼講 很多事情是 怎麼講 你真正有看到他有沒有在做事情 跟有一些人的認知的一些問題 你沒有看到的人覺得他沒有在做事情 這些對他們服務處裡面的那些工作人員 是非常的 怎麼講 不公平 而且里長他們也出來說話 委員他是 雖然說 他是無黨級的 可是 他 藍綠 中間 我們現在的政治就是這樣 藍綠嘛 白中間 這些 只要是在地的中正萬華的 選民 他只要有問題來到服務處 或是來到里長那邊 委員他們幾乎都是會幫忙處理 會說 他不是沒有在做事 他是有 只是一般人會覺得 你沒有看到他 就覺得說他好像沒有做事 畢竟他是中央委員嘛 他也要開會 省預算什麼的 可是那種 印象 反正我覺得說 立場不同的人啊 他認為說他沒有就是 往吃裡打 就覺得說他就是沒在做事 今天來到台北蔬果農會 這邊採訪這邊當地的攤商 那我們請攤商嗎 我們怎樣看說 對於林昌佐立委的看法 有有有有 那個我們這邊有辦餐會啦 或者是那個聚會的時候 他都會來 阿伯那你先把我們說一下 之前啊萬華這邊疫情很嚴重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華南市場那邊 有一些攤商對林昌佐有點不滿 就是說他常常在疫情那種時候都沒有過來幫忙啊 來幫忙啊 來幫忙就是攤商有一些可能疫苗這部分 你怎麼看 那個是誤會的 因為他很早以前就叫台北市要趕快做篩檢的工作 但是台北市的能量不足 所以一直偷偷偷偷偷的疫情變成扣大了 所以他誤會他說好像他都沒有來關心 其實他很早就一直叫台北市趕快要做這個工作了 因為當時候就是萬華這邊的軍民騎士還有攤商 都被很多人就是污名化說 你們這邊就是破口 那那個時候林昌佐立委有怎麼樣子 幫你們去做一些澄清還幫你們發聲嗎 有那時候有叫趕快找中央上面趕快來支援 叫我們說要趕快做篩檢的工作 讓那個疫情能夠穩住下來 不然我們生意都沒辦法做 大家都認為是這邊是疫情都不敢來這邊買貨 那我們再問一下就是說 平常像你講林昌佐立委常常過來這邊嗎 那他為人親切嗎 他會不會就是還是很冷酷的那種樣子 他一來的話大家都圍著他 大家都啊加油加油都喊他 所以他做問證的能力也很好 憑見六次都是第一名的立委啊 他很用心在為大家在服務 是這樣子 那我們再問一點就是說 1月9號就是林昌佐立委的罷免案了嗎 那你會覺得說到時候會想要去投票 或者是想要希望很多人可以一起出來幫忙嗎 應該會很多年輕的都會走出來 因為這麼優秀的立委應該留在立委宴 為大家再服務 那你這天有看過他做立委的時候 他有來這裡偷偷看嗎 沒有 沒有看 完全都沒有看過 這很久沒有來這裡看 這科市長最好 科文道啦 這都是建設的 他做立委的時候 這都他 他做的 他這幾個建設的科市長 阿伯要給你問一下 那時候啊 萬華家疫情很嚴重嘛 那時候那立委啊 你們這區的立委 有來這裡幫你們打三天嗎 沒有耶 那四年沒有來啊 沒有 沒有 那時候你們欠疫苗的時候 他們也都沒有來打三天嗎 哪有 沒有來 沒有看人啊 阿 你怎麼知道這禮拜 九號是他的罷免案 阿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是很知道他耶 欸 欸 那我再問一題 就他這個禮拜天 1月9號要罷免了 那你 會想要去投票嗎 我會想要去投票 一半一半吧 一半一半 怎麼說 怎麼說 因為我也在忙 好像 我不是很關心那一點 是我自己本身啦 別人 嘿 我現在跟我們 劉耀仁周圍又 吳黑衣 直接跟人家拜託喔 就是這個禮拜天 要記得出來投票喔 我們多東西吧 你來出來等喔 我們團隊 中正萬華做了很多事 那只是 一般的民眾 不會打開電視 或看網路說 欸我們到底做了什麼 無止境的惡意 算是惡意罷免 我覺得 對社會是 沒有進步的可言啊 我覺得他算是一個 做什麼事情都蠻認真的 我相信就是 這次的罷免案 也不會通過啦 對對對 像委員當初在 環南市場 就是被嗆的時候 他第一時間反應怎麼樣 他第一時間反應當然是 我覺得是稍微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 畢竟疫情的關係啦 大家都 情緒上都比較緊繃 那 那個時候 可能他在語氣上有 稍微比較 激動一點 那 後來我覺得 林會長當然那個時候的 語氣也是 因為他 畢竟林會長在那邊 就是做生意嘛 那他當然希望這個疫情 趕快過去 所以 後來大家就因為疫情的關係 就是雙方都比較激動一點 我覺得可能 大家也都不想這樣 後來誤會也有 也有解開啦 對 Freddy那個時候也沒有跟我們 事先說 阿維那個時候 他就是真的真的 一時情緒上來啦 所以 當下的話當然就是 立刻幫他想說 要怎麼來 危機處理啊 然後看 因為我不是媒體公關嘛 然後那個地方的媒體 又比較多 所以就需要幫他 稍微再跟媒體解釋一下說 這樣子的狀況這樣子 我當下其實是 我是看新聞 因為 就先民眾打電話來 罵說 怎麼這樣講話啊 然後 後來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就打開電視 啊 原來發生這件事 我當下其實是 蠻錯愕的 其實 常左 其實不太在意說被嗆 因為他的個性就是這樣 就是 被嗆也沒有關係啦 但他覺得 該做什麼 他覺得該做的 他就是會做啦 對 那他自己心情調整也很 很快啦 這個狀況沒有這麼的 複雜啦 因為像 其實就像每個政治人物一樣 就是有人支持你 就一定會有人反對你 那 只是因為這次罷免 案的關係 那可能 反對的聲音 當然出來會比較大聲 但事實上其實我們在 例如說我們這一陣子 在這樣子 掃街啊 街頭 跟大家 就是請大家出來 投不同意票這些事情 其實還是有蠻多的民眾 對我們看到我們都 會跟我們說加油啊 就是他知道我們都 團隊跟委員都很努力這樣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我相信就是這次的罷免案 也不會通過啦 對對對 像今天早上其實就有一位 就是大姐也是 跟我們就是有說 就是對我們比倒戰啊 或是什麼 或是一般民眾 有些時候 有些民眾看到我們也會說 就是罷免一定會罷免啦 什麼的 但是其實老闆都 我覺得他EQ很高啦 他也是都跟大家說 謝謝大家的鼓勵啊 就是也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們 這一段日子以來 努力的成果這樣子 說心疼也是倒還好啦 就是因為他 當然他在舞台上 跟他從政之後 在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他就已經很能 切換這樣子自己的角色 對然後 你說他 他會不會不習慣說 去跟人家街頭這樣彎搖敗票 我覺得也不會 他就是 我覺得他算是一個 做什麼事情都蠻認真的 就是他在 不管是他在 音樂界他也是很認真 所以才會有他 這麼多年來這樣子的成績 那他其實在從政之後 他也就是 都蠻認真的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他算是一個 就是做什麼像什麼的人啦 所以你說他會不會不習慣這樣子的轉變 我覺得不會 腳踏車掃街的話 我印象蠻深刻的 倒是像剛才就 有一個民眾 還會特地就是 衝過來跟他握手 對對對 我覺得 這也是 跟一般 你說在車上掃街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他更能 更容易的 可以跟民眾互動啦 所以 呃 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事情 除了這個以外 我覺得倒是 我覺得那個畫面是 很不錯的 就是你真的可以看到說 黨地民眾跟他就是 很真實的互動的方式這樣 之前在 呃 在 沒有這個罷名案之前 他在國會裡面是 他是真的抓到時間就會運動 就像他在辦公室裡面 其實大家 就是之前也都有報導過啦 他在辦公室裡面 也都有放一些像飛輪啊 然後單槓啊 他也是 就是時不時就會 只要做事就會有運動 對對對 蠻心疼老闆 以及那個 我們團隊的所有人啊 因為 我知道疫情的時候 我在當兵的 很少 能夠用手機啊 但 我晚上 能放手機的時候 都會看說 欸 我們團隊今天到 大概 萬華大概什麼事 對因為那時候 快退伍的時候 剛好疫情大爆發啦 那我也知道我團隊 我們團隊 為這個 我們的 忠正萬華做了很多事 那只是 一般的民眾 不會打開電視 或看網路說 欸我們到底做了什麼 那其實 他們做了什麼 其實 就跟一些里長 就是有幫忙 然後救護車那些的 那我也知道 就覺得蠻心疼 他們都做事 然後被講成這樣 那 也因為華南的事件 然後被拉成這樣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也不能說 因為罷免我們 才彎腰鞠躬 我們也選過兩次 而且是連任的 我們之前該做的 跟民眾拜託啊 還是在地的服務 跟里長做聯合 跟里長跟議員一起做的 任何會堪協調會 都是委員親自出面的 那我不覺得說 欸 還有什麼包袱所在 這是一個民主 民主的社會 我覺得有不同的聲音 那當然很好 但是 我是負責委員 入站的 那基本上這些 腳踏車啊 站路口啊 徒步掃街 都是 我來包辦 我來安排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很正常 可以接受範圍 只要不理性的去動手動腳 我都覺得是OK的 最受傷的應該是那天 那天在那個 中華路跟南寧路口站路口的時候 就有一個民眾一直對 我們比中止啊 然後 然後 其實他心裡 當下其實我有感受到 他就是 其實蠻難過的啦 我有過去拍拍他說 沒關係沒關係 就是 本來就會有這種人 那就是不要理他 就好了 那他有沒有說什麼 他當然 因為 那個時候不會 沒有說什麼 就是我知道他 心情有受影響啦 但我覺得 身為 身為一個幕僚 就是要去安慰他 就是 讓他的心情比較 就是不要那麼 起伏太大啦 其實我只 因為這些都是我在排的 我只怕被罵啦 因為 我個人是怕 老民啦 就是 畢竟車隊拉這麼遠 就是 我 因為我是負責前面 我只 我只看前面跟後面 委員 有沒有跟上 然後有沒有民眾 做 做說 抗議之類的 那 這樣我看起來 嗯 我不敢說 這個 活動是 是很好啦 但我覺得 能進一步跟百姓就是 比較沒有距離感的 騎腳踏車去互動 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我覺得 不管 怎樣都要把它視為 就是 終點戰 就到此為止啦 因為我覺得這種 對這種 無止境的 惡意 算是 惡意罷免 我覺得對社會是 沒有進步的可言啦 就是你一直 重蹈覆測 就是 你看你這樣 原本四年 可能就是忙選舉一次 然後變成你兩年 準備 那 其實 對社會的負擔是蠻大的 對 他就是偶包很重啊 就是 他可能出發前 就會 嗯 他就說 夏層那個我的髮辣的 然後 你可以幫我拿一下嗎 然後 喜有面子 然後 我覺得最好笑的是 偶名就已經 剩差不多 兩分鐘要出發了 他說 夏層你可以去幫我 買中溫拿嗎 雖然是不遠啊 但是有時候就是 我已經 焦頭爛了 然後 我覺得 好 沒問題 是是是 老闆他的 藕包很重啦 就像他 平常我們辦公室在訂餐 然後我們就會 都會吃什麼 牛肉麵啊 然後 便當啊 什麼 但那些東西他都不吃 他就只吃 水煮餐 他的那個 他的健康餐是一定是沒有飯的 他就只吃 菜跟肉 他不吃澱粉 對他完全不吃澱粉 對他完全不吃澱粉 所以就是不管怎麼逼他 他都是 就吃這些 然後有時候我們會 因為像我們萬華有很多 好吃的東西 然後 我們有時候也會買回來 他就說 欸欸欸欸 老闆要不要吃一點啊 他有可能就是 意識性的吃個一口 然後就回去吃他的 血魚相思 對對對 他就會是 像我們上次有一次 就給他吃一個 我們萬華買回來 非常好吃的那個 草莓麻糸 然後我就 他就一看到他就說 欸這什麼 我們就跟他說 啊這是草莓麻糬很好吃 然後他就說 喔那我先來看一下 他熱量多少 然後他就開始查那個熱量 然後我們就開始 我們就其實就是 那個時候就一直在跟他講說 啊有一些什麼事情很重要很重要 要跟你對一下 然後他就好像都沒有在聽 然後他就 然後我們就講完 這些重要的事情之後 他就突然說 啊我找到了草莓麻糬的熱量滿低的 這個我可以吃 類似這樣 就其實從去年這樣一年多看下來 就是很多場的罷免案都 有出現嘛 像黃捷啊王浩宇啊這些 呃不斷的有 呃國民黨這邊提出來的這些 我們說是報復性的 就是他對於 還有像是陳普衛委員也是 就是他們就是針對一些 尤其是 我覺得尤其是針對小黨五黨這種 比較沒有傳統的政黨資源的這些候選人 就是很明顯都可以看到 你看像黃捷之前 現在是五黨嘛 然後 呃王浩宇雖然他後來加入民進黨 但他其實就是綠黨出來的 呃市議員 然後陳普衛委員是 激進黨的委員嘛 所以 我覺得這是一個 呃蠻針對性的做法啦 那 呃 當然我們可以希望說 如果 就像你講的就是 呃 如果這個這次的罷免案又通過了 那 是不是之後他們又會再繼續往一些 呃 一樣是小黨五黨候選人 那其實 這個是會 除了就是報復性罷免是很不好的 很不好的操作以外啦 我覺得也可能會壓縮到就是 呃 年輕世代 新世代 或者是小黨這樣子的生存空間 我覺得這樣 對台灣民主來講 不是一件很健康的事情啦 所以我們當然也是希望說 就是這一次的罷免案 可以就是 可以在我們努力之下 就是順利的不要讓他通過 那就是讓這種 尤其是針對小黨五黨的這種 罷免 報復性的罷免 可以就是終止在我們這一站這樣 像之前他在媒體上面受訪的時候 他其實也有講過啦 就是說 他覺得他現在這個五黨的身分 當然我們有很多理念相近的朋友 是民進黨記的沒有錯 但是他覺得他在立法院 有蠻多項的工作 例如說 像我們有組成一個立法院的香港連線 西藏連線 然後還有他最近 呃 非常努力的開放國會的相關的事項 那這些東西其實 他以一個無黨籍委員的身分 他其實更好去串聯 呃 不同黨派的委員 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那如果他有一個黨籍存在的話 那可能就會 其他 例如說 你如果加國民進黨 那國民黨委員 可能就不一定想要配合你這樣子的活動 所以 我覺得他現在其實是蠻珍惜他這個 無黨籍的身分 可以這樣 在立法院做一些 跨黨派的串聯的事項 所以短期內 呃 我是不知道他的意願 但是短期內應該看不出來 有這樣子的可能性 我覺得就是還是尊重他的意願 對對對 就是如果他想要 用他這樣無黨籍的身分 繼續來推進一些 跨黨派的事項的話 那我們當幕僚爾爾當然就是 就是跟他的腳步繼續前進這樣子 對對對